每天早上我都觉得我 试着努力完成一项特别困难的任务 成功搭上挤满人的电车 成功 坐一幕迷路并避免被人群带走 成功 到达电伏梯并挤在入口的堵塞人群中 成功 至少所有通勤者都遵守共同的电伏梯规则 站在右侧 左边让路 毕竟这是使用电伏梯最有效率的方式对吧 实际上这是错的 等等什么 但这种做法非常有意义啊 你随时可以选择是否要放松 让电伏梯踢你走路 或是为了节省时间而用走的上去 好吧 让我们来告诉你 事实证明 我们一直都用很没效率的方式使用电伏梯 格林威治大学2011年的一项研究发现 虽然75%的人选择站在电伏梯上 但只有25%的人会用走的 这表示电伏梯有一半只用来服务四分之一的乘客 此外 电伏梯的行走侧比站立侧有更多的空间 2015年 伦敦地铁开示了一项围棋三周的革命性电伏梯实验 他们选择了霍本地铁站 一个繁忙的中转站 那里每年有5600万人经过 伦敦交通局的员工要求乘客不要在电伏梯上行走 你可能猜得到 礼貌询问一群急于上班的人是行不通的 这就是员工使用扩音器 甚至阻止他们用走的原因 最重要的是 他们要求结伴的乘客在电伏梯上站在一起 至于夫妇 他们鼓励用牵手作为活栅栏来防止他人通过 实验的团体惊讶地发现 这种方法比他们预测的还要更好 你自己看这个结果 在早上8点半到9点半之间的尖峰时段 电伏梯平均运送了约12750人 但在一般实验的试用期间 同一个电伏梯运送了16220人 此外 根据研究人员的说法 电伏梯路口处的泳塞减少了将近30% 但如果你认为实验顺利进行 那就大错特错了 想象一下 你想要赶上火车或上班地点 突然间你被告知要停下来并站着不动 你不会反抗吗 嗯 不小心参与实验的通勤者就是这样 他们不停的相互拥挤 大喊大叫 争吵 问题似乎在于人性 我们想要马上得到结果 却又不愿意为了更大的利益而推迟 另一方面来看 如果站满电伏梯的通勤者越来越多 路口处的堵塞就越少 因此 通勤的花费时间就会变得更短 但对于爱走电伏梯的人来说 这听起来不太对 不值得这么做 有趣的是 人们对长距离电伏梯的新规则并不感到愤慨 在这种电伏梯上 乘客已经倾向站在行走侧而不是移动 一 距离长到不会想走 二 电伏梯比普通的楼梯更宽更高 你需要花更多的精力才能到达顶层 但走路和站着之间的差异真的很大吗 一点也不 凯杰咨询公司的研究人员 在伦敦绿园站的电伏梯上站立时 对自己计时 事实证明 每个通勤者需要26秒才能走到电伏梯的顶部 而站着要40秒才能到达 同时如果乘客并排站在电伏梯上 那么不得不在电伏梯路口排队在搭乘的时间将会明显缩短 因此如果有40%的人走在电伏梯上 步行的平均时间为46秒 而站立的平均时间为138秒 但如果所有人都站着 那么每个人的平均时间是59秒 如你所见 走路的人不得不在电伏梯上多花13秒 但对于站立的人来说 可以缩短整整79秒 至于电伏梯路口的排队人潮将会从73人降至24人 但还有另一个争议 为什么人们应该一起站在电伏梯上 当大多数通勤者站在右侧或左侧时 这取决于国家 电梯上的重量分布不均 结果电伏梯的一侧将比另一侧承受更大的压力 这导致电伏梯发现故障的风险增加 反过来可能导致一些可怕的事故 顺便说谈到危险和风险 走路是电伏梯受伤的主要原因 既然站在电伏梯上的好处这么多 为什么人们遵守这条新规则这么难呢 问题在于大多数上班族 特别是美国人 跟喜欢在自己和他人之间保持更远的距离 你有没有看过 有人在公车或火车上把他们的行李放在一旁 以防止其他人靠近呢 对这就是我要说的 一般美国人喜欢拥有至少0.45公尺的个人空间 来将他们与其他人分开 当然当你站在电伏梯上时 这个距离要小得多 它让人感到不舒服 因此有些人会选择走路 以避免陌生人入侵自己的个人空间 最重要的是 这边用走的 那边用站的 的规则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 在这个城市生活变得越来越拥挤的时代 生活节奏也越来越紧张 人们需要尽快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 这就是走路与站立分边变成常态的原因 然后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咯 不管怎样 所有乘客并排站在电伏梯上的想法听起来是合理的 但也有很多专家确信 在电伏梯上行走 仍然是一种更安全而且更好的方式来抵达目的地 首先当所有通勤者在两边彼此相邻时 会给电伏梯增加额外的重量 结果电伏梯可能开始损坏或耗损的更快 这可能会导致危险事故 每个人都用走的 想法的支持者也说 如果没有人站在电伏梯上 每个人都在移动时根本就不会堵塞啊 嗯 虽然合理 但当你从机场带着沉重的行李箱会带时 这个建议听起来很累 支持在电伏梯上走路的另一个理由是 当你移动时你会更加注意周遭的环境 因此你可能会注意到事情变得不对劲时 并避免事故发生 最后他们说用走的比较健康 还可以当做运动 嘿 我喜欢有附加作用的事情 那你呢 那么你对此事有什么看法呢 你会在电伏梯上看猫影片 还是让双腿更健康一点呢 在下面的留言区中说说吧 记得给这个影片一个赞 与你的朋友分享 然后点击订阅 搭着电伏梯来到亮生活频道吧 我会在这里的影片中就会发生了一个赞 订阅 我会在这里的影片中就会发生了一个赞 订阅 我会在这里的影片中就会发生了一个赞 订阅